小印度实施禁酒令 或促使部分客工人潮流到了西部地区消闲办事 有私人巴士业者发现 今年前去文理御廊方的客工人数 比一般的星期天多出了至少一成 记者薛书会报道 一辆辆载满客工的私人巴士或小型巴士 下午三四点比较频密的次数 相继来到文理地铁站外的这个巴士站 每隔一两分钟便出现一辆 有些来自临措港一带的客工宿舍 也有不少来自御廊东附近的本珠鲁路和大市工野区 由于靠近住宿地点 每逢周末多个宿舍也为客工安排巴士服务到御廊方 下午一般较炎热 人数通常到了傍晚才会增加 但据记者观察 星期天有客工早在下午两三点 便开始出现在文理地铁站旁 当中不少还携带啤酒 同朋友闲聊小酌 新加坡学校交通业联合会受寻时表示 往返客工宿舍和文理地铁站以及玉廊东地铁站的这些私人巴士业者都是固定的 即使乘客的需求激增 受有关条例的限制 他们也不允许临时从其他的地点调动私人巴士前来支援 玉华园地铁站附近的这片空地 每逢星期天也会聚集五六组客工相约打板球 受访客工表示 这个周末的人数同一般周末相差不远 不受小硬度实施禁酒令影响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